在民主开放后,在社会透明后,在大家要求提高后,军公教人员更是辛苦 这个辛苦都是夜以继日,尤其现在有了手机之后,那更是没日没夜 也几乎没有什么上下班时间可言,朝九晚五的生活 尤其是民选的首长后,军公教人员更是辛苦 整个我都是点滴在心头 而且是从台湾委做到台湾头,从基层做到今天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 而大家的努力,我们先提高了劳工基本工资 先提高时薪,再提高纳税相关的减税数额 我们今天才提出这个案 我们也是要拜托立法院 今天我们要用修正案提出 就是希望多体谅,请立法院也能够早日通过 让这些军公教人员可以从明年一月一日起 就享受提高,增加多一点的收入 而这个多一点 是二十五年来最高的 过去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调薪了 过去二十五年最高的调薪 也是百分之三 这次我们调整百分之四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才能共享 有关军公教退休人员 他们也一并调整 那这个部分大概有多少人会受惠 还有整个程序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确认 那因为目前退休军公教跟这个一般的军公教 他调薪是脱钩的嘛 那所以是只有这一次我们例外还是说以后会一并考量 谢谢 按照现在大安会议的解释 关于联金改革的解释 那之后军公教退府的事情细则 有三个适应系者都有相同的规定 就是关于军公教的退休人员 他们的这一个调整 是一个是条件 一个是期间 那以现在这个时候来看的话 条件还没成就 也就是说要物价指数超过正部百分之五 那以现在最近七到九月的数字来看的话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点多 所以没到达百分之五 所以条件还没办法成就 那期间是每四年 至少每四年检讨一次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会到明年的七月一号才会晚四年 也就现在还不是启动的时间 不过就如刚刚院长讲的 这次除了二十五年来最高调服军公教这些限职人员的待遇以外 经济成果跟全民分享 不能忽略退休的军公教人员 过去对我们政府 对我们人民的贡献跟努力 也应该跟他分享 所以政府一个态度是 院长讲这当然要尊重明年初要启动的这个专业评估机制 不过行政院态度是从劳工的基本薪资 军公教的待遇的调整到退休人员的部分 一样要忧于斟酌 那既然要忧于斟酌的话 这个预算的执行可能是明年七月一号以后才会调整 那现在要编列这个修正预算 就要先占预匡列十亿元 那这个刚刚主席长也讲了 这是一个占预匡列的一个数字 最后一定会尊重这个审议 这个专业评估小组的结论 或高或低都可以因应处理 所以这也是一种超前部署